我覺得今天大家有事 而且我覺得這個事是有道理的 剛剛那個全程都有錄音錄影 雖然他做了很多防範措施 我們該講的話大概都全部都講了 就要看他的誠意 我覺得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我希望今天大家互相幫助 改天別人有難你們可以幫助別人 所以我覺得這段時間 如果我們後面做這些動作是因為 很多我們今天重運的退休老前輩或是員工 你們努力做到人家看到了 每一次已經有一定的效果 可是有些東西各位知道 徵集權益如果那麼容易 就不會有運動了 所以今天各位做的東西一定會留下動力 現在已經有一點開花了對不對 你看官司也有贏的 如果沒有去打官司怎麼知道要贏 要是沒有贏他怎麼會跟你們和解 已經給了兩千多萬了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台語那句話 假規計派九頭 不要忘恩負義 我覺得勞工界應該有情有義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大家都辛苦了 那我希望中鋼集團公會 中英公會跟我們高公司主理總公會 大家一起繼續打拼 好嗎 謝謝大家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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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林賢 請和大家講幾句話吧 我幫你車 我幫你車 各位弟兄大家好 我是林秉賢 大家都很比較陌生 但是集團國外這邊都永遠跟中運的弟兄站在一起 說實在因為中運的性質跟我們其他公司差一點大 還是希望說中運的弟兄來在集團國外這邊多多交流 這樣我們才知道說大家怎麼互相幫忙 那今天很遺憾有一個弟兄因為公安事故的關係 就這樣子年輕生命叫袁若龍 但是我相信我們講的話他們應該都已經到好好的撫恤家屬 不要最推基層 好好的檢討我們船員的安全衛生 讓我們好好的在這邊安居樂業來工作 那以上跟大家互相努力 謝謝 補充一句就是因為你們出生 我可以保證那個不幸過世的員工 一定比沒有你們沒有關心之前更好的待遇 那我覺得該有的都應該替他爭 雖然他已經不是沒有投票權 已經不是我們的會員了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就是勞工的情意吧 大家繼續挺下去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那我做個ending好了 各位弟兄 那今天我們的那個粉絲業直播也是順利圓滿完成 然後請各位繼續期待 我們下一次的直播現場 應該就是要到行政院 立法院 總統府 那請各位粉絲期待 謝謝 謝謝大家 辛苦了大家 謝謝 謝謝